这几十年来 人们通过各种媒体 都能看到邪教危害社会 残害无辜的新闻 从而对其深恶痛绝 其实早在古代时期 邪教的幽灵就在中华大地上游走 有位邪教头子 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如果没有他 也就不会出现汉末的群雄逐鹿 更不会有后来未属三国争霸的历史 而且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大众文化 基本认定这个人拉开三国历史的序幕 他所发动的叛乱是天下巨变的起始 这位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邪教头子 就是史称黄金起义的领导人张角 东汉王朝到了汉环帝汉陵帝时期 朝政日益腐败 两次党固之禁 让统治集团内矛盾重重 加上连年的干旱 瘟疫 使广大老百姓在天灾人祸中 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黑暗动荡的社会 往往是邪教产生的温床 教主往往会给人们应允一个美好的社会 给苦难中的人以盼望 而且在纷乱的社会中 人们也需要抱团取暖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邪教的出现 张角出生 年月不祥 只知道他是聚路人 他和弟弟张宝 张良以太平经为基础 建立了太平道 太平经又名 太平清领书 相传为于己所作 这部经书是道藏之一 内容庞杂 包括天地 阴阳 五行 时之 灾意 神仙等等 太平经 杂柔道家 阴阳家 等等统治思想 强调无为而至 提出财产共有 自食其力的善恶报应观念 而在个人修行上 指出 只有人们信修正道 方可断除灾意 而得道成仙 太平经构建了一个乌托邦世界 体现了平均主义 和平等理想的 朴素敏本思想 从168年开始 张角在冀州一带 开始传教活动 他宣传太平经上的理想社会 号召人们为建立太平社会而奋斗 当时官府腐败 民不聊生 因此张角的说教 尤其是反对剥削腐败 主张平等户外的学说 很快引起了广大百姓的共鸣 投入他门下的信徒 日益增多 张角更是自称精通法术 给患者看病 在缺少药的时代里 人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去给张角医治 尽管效果如何 大家可想而知 但根据现代医学研究 良好的心态 确实有助于疾病的康复 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大病 在张角的心理安慰下 就获得了痊愈 因此只要一两个病人康复了 就会被无限的夸大宣传 从而塑造了张角是神的形象 张角派出弟子到全国各地传教 在以善道教化天下的蛊惑下 很快清 徐 忧 记 京 阳 衍 玉等八周 信徒猛增达数十万人 张角将教徒划分为三十六方 大方万余人 小方六 七千人 美方社徐帅负责 形成了当时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势力甚至渗透到朝廷内部 有些宦官也是张角的信徒 具备了与东汉朝廷教版的资本 面对这样的局势 张角的野心开始显露 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观点 提出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遂在甲子 天下大吉的口号 认为东汉气数已尽 新的势力将要崛起 而张角是担负天命的 要带领民众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度 一旦宗教团体有了激进的政治诉求 那么就很容易沦为邪教 做出危害社会与人们的事情 公元184年张角发动黄金起义 黄金军一开始势如破竹 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军都发生战事 各地贪官污吏以及地方豪墙纷纷被杀或逃走 太平道信徒占领了不少州军 潘灵帝得知黄金事大的消息后 感到非常慌张 马上任命何晋为大将军 组织评判工作 何晋将东汉政府军部署在自函谷关 大谷 广城 伊缺 还原 炫门 孟金 小平金等各京都关口 并设置都位住房 使黄金军无法威胁京城 此后 黄浦松 卢植 朱骏等名将 带领军队到各处镇压 并号召各地州郡豪强召集义军 参与平叛 尽管黄金军人数众多 但与训练有素的汉军相比 显得力不从心 而且黄金人数虽多 但也充斥了大量的老幼妇虏 其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 因此 当汉军镇压时 尽管奋勇抵抗 但还是顶不住官军与地方义军的攻势 最终张角发动的暴乱 以失败而告终 张角带着对太平世界的渴望病故 其弟张宝 张良也相继阵亡 不过 黄金军的余部 分裂成黑山 白波等组织 继续与东汉王朝周旋 后来曹操在青州 镇压了黄金残部 并受降足三十万 男女百万余口 收其精锐者 好为青州兵 从中也能看出这次邪教暴乱的规模不小 太平道邪教虽然失败了 但却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 东汉王朝表面上取得胜利 但各地豪强组织的一军 迅速成了军阀 他们割据一方 摆脱了朝廷的控制 延续了四百年的汉王朝 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 而这些地方豪强 很快借着董卓乱政的局势 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大戏 最终曹操 刘备 孙权等等势力脱颖而出 中国由此进入了三国时代 张角的邪教暴动 是三国形成的原因 正是他们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 才有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三国文化所隐身的出来的小说 戏剧 影视 游戏等等 在广大民众中拥有巨大的粉丝量 可以说张角也在客观上 推动了中国大众文化发展 也不过分